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博克莱七日畅销榜第二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财经商业类第八名 书名叫做长期买进 财经教授周冠南的42堂自治理投资课 作者周冠南 出版社远见天下 出版日期2024年7月31号 内容简介 投资0050超过20年 资产成长至少5倍 顶尖财经学者周冠南 首次公开长期不败的理财策略 没有钱怎么投资 没有时间研究股票或金融商品怎么投资 想退休又觉得自己钱不够 以上问题都有解 深更25年行为财数 学术理论及投资实证经验 解析常见的投资行为偏误 分析股票 债券 基金 期货 选择权 虚拟资产及房地产 发现最简单的支付方法 就是持续买进大盘指数型ETF 没有钱怎么投资 过去我们常听到 本多中盛或投资 要有钱才能开始等言论 不过对出入职场的新鲜人 或理财不善的月光族来说 要透过投资累积财富 似乎是痴人说梦 周教授要告诉你 不用大笔资本 只要每个月定期定额 加时间复利就可以做到 没有时间研究股票或金融商品怎么投资 想到投资 台湾人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股票 股票中最广为人知的是 台湾之光台积电 不过除了台积电外 我们可能对其他公司或股票都一无所知 不只是对股票不熟 怎么买卖或怎么选择股票 都需要做大量的功课 这样是不是就永远无法开始投资了呢 周教授要告诉你 不用做功课 持续买进大盘指数型ETF 就可以做到 想退休又觉得自己钱不够 一般人很难想象自己的退休准备 应该如何开始 算算劳保 劳退 我们似乎一个月仅提领到19k到25k 想到自己老后日常开销就发愁 假如我们想老后每个月能有50k的月退 该怎么补足25k的缺口呢 周教授要告诉你 补足月退的缺口 你可以选择大盘指数型ETF 加每个月持续投入适当金额 加10到30年的长期投资 就可以做到 注意 每个月投入的金额和年限 都需要因个人情况试算 想要长期买进 安然退休 你需要注意以下三件事 一 投资的时间越长越好 投资比的不是勇气 是耐力 时间是投资最好的朋友 越早开始长期规律投资 越能发挥复利的巨大效果 二 选择大盘指数型ETF 大盘指数型ETF是跟着大盘涨跌 以长期来看 大盘是持续向上 据统计 其市场平均报酬为7-9% 这样的报酬率加上持续投入和复利的效果 财富增长比起短期进出买卖股票稳定且报酬更好 三 长期保持在市场之中 则使短期进出有害绩效 除了频繁的短期进出 耗费交易手续费和缴纳税金外 还要再次找到适合进入市场的机会 但这个再次进场的时机很难掌握 最后会变得买进成本更高 卖出又赚不到钱 又透过持续投入 让资金一直保持在市场里 就可以完整享受到所有报酬 投资没有奇迹 只有累积 没有捷径 但有公式 大盘指数型ETF加每月持续投入适当金额 加10-30年的长期投资 最后周教授要告诉你 靠投资退休永远不嫌晚 最好的时间点就是马上开始 本书特色 一 适合投资新手小资族提前规划退休金来源 二 专业分析股票 债券 基金 选择权 期货 虚拟资产及房地产等投资商品优缺点 三 提供投资老手检视投资失利关键 作者简介 周冠南 学历 美国爱荷华大学财务金融学博士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企馆硕士 主秀会计与财务 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士 经历1999年到现在历任原制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中央大学财务金融学系与政治大学财务管理学系教职及行政职 2018年到2023年 亚洲财务金融学会第一任台湾级主席 县职政治大学财务管理学系特聘教授兼商学院副院长 行政院国科会财经及会计学员召集人 学术成就 在行为财务学 市场维结构及公司财务领域或卓越学术成就 名列台湾财经学者前1% 并且于顶尖国际期刊等国内外重要财务学术期刊 发表60余篇中英学术论文 现兼任台湾首要学术期刊管理评论总编辑 财务金融学刊副主编 及台湾财务工程学会理事长 社会服务 担任劳退基金 军公教退辅基金 与私校退辅除金管理会等机构的审查委员 投资管理委员或顾问 担任证券周边单位 如证券交易所 柜台买卖中心 与期货交易所的审查委员及各委员会委员 担任多家大型证券及保险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与独立董事等职务 经历25年学术研究与投资实践后 深感一般投资人忽略长期投资必定胜出的简单投资策略 反而常因为各种行为偏误 导致喜欢频繁短线交易 进而产生损失 所以在媒体大量报导周教授长报0050ETF20年的丰厚获利传奇 引起大众对长期分散投资的兴趣后 决定撰写这本长期买进 财经教授周冠南的42堂自制力投资课 其许成为金融科普教育家 自序 我的投资答案 被动型ETF加长期投资 2023年农历过年前 在泰作的首肯之下 终于决定将开了16年的车子换掉 我自己属意的新车是某德系休旅车 周末带全家去看车 念国中的儿子 比我对车子更有兴趣 在他强力期盼下 第一站到了意大利跑车马沙拉蒂的展场 他整个眼睛都在发亮 每部车都要看一下 摸一下 坐一下 第二站 坐一下 第二站到了某德系跑车展场 儿子还算有兴趣 愿意摸摸看 坐坐看 但是无奈这个品牌的车子太受欢迎 要先缴定金排队 但车子什么时候会抵达台湾不确定 而且到港时的价格也不确定 第三站 来到我属意的德系品牌 他的眼神立刻从闪闪发亮 转为淡漠 俗称眼神死 试驾时叫他上车 也完全没有兴趣 一步跑车和特殊车牌的社会实验 于是我们又转回马沙拉蒂的展场 在销售小哥舌灿莲花 和儿子阴阴期盼的眼神之下 想想自己剩下的人生 顶多再开两台车吧 换一台不同的小众车款 也不会每次停个红绿灯 就像在办车友聚会 在马上有车子可以交付 就有延长保固和延长保费保养的优惠前提之下 于是就这么有限理性决定购入人生第一台意大利跑旅 业务员问我车牌有没有特殊选号需求 我灵机一动想到 既然我长期投资0050只是股票基金ETF 从中获得不错的报酬 那何不用0050当车牌号码呢 台湾车牌号码标售的起标价格是3000元 我用这个价格开始竞标 到结标都没有人跟我竞标 我猜是根本没人知道这个号码代表什么意义 否则我有个国中同学光标购尾数1688的车牌 就花了将近20万 某一天在台北车站地下停车场 刚好停到056号车位 于是随手拍了一张照片 传给在元大金控担任高层主管的大学同学 大家都知道0056是元大高股息ETF的代码 我的车牌0050也是起源于元大投信8型的ETF代码 因此我想用这张照片告诉他 我多么支持他们公司的ETF 同学跟我说这张照片太经典了 他一转给同事就马上有人和他联络 想要采访我 我想后面的故事应该很多读者在媒体上看过 台湾媒体一窝蜂报道了许久 我讲了二十几年的被动投资观念 从来没有受到这么高度的重视 但是在买了新车挂上0050的车牌后 却引起全台媒体大量关注 经过一轮媒体轰炸后 我不确定有多少人真正理解 我想传达的长期投资想法 仔细一想 这不正好印证行为财务学说的 数字及统计不吸引人 叙事性的故事才动听 看来自己误打误撞做了一个社会实验 再次证明叙事性故事 确实比冷冰冰的数字更有用 这不是一夜致富的故事 多数人或许会把故事简化为 认为我能买马沙拉蒂 是因为把长期投资的0050获利了结 把钱拿去买车 但我并不是卖掉ETF拿现金去买车 而是办了车贷分期付款买的 然而这个买ETF赚大钱 在获利了结买车的故事 非常简单易懂 某种程度上又带有一夜之福的想法 自然非常容易引起大众兴趣 但故事永远不是这么简单 我持续买进台湾与美国的 大盘指数型ETF超过20年 绝对不是一夜致富 我从来不猜测市场走势 而进出短线交易 而是坚定地持续定期买进 市场指数型ETF 持续买 不要卖 只有出现流动性要求 要使用现金时 例如缴交购物投期款 才会选择卖出 我从来都是该卖就卖 不会考虑当下是相对高点或低点 然而这么简单的投资法 一般人却很难做到 经过多年授课时 与学生及一般投资人讨论 相关议题和观念后 我很惊讶地发现 多数人都认为投资要成功 必须努力搜集并分析资讯 要认真做功课 当我说其实投资只要尽量分散 做好资产配置 然后长期投入 长期持有即可 完全不用分析资讯 不要更换投资标的 坐着等资产涨大就好 多数人一开始通常都很难接受这种想法 甚至完全不相信 因此我慢慢了解到 越简单的道理 竟然越难懂 知难行难 放弃吧 短线交易是一门专业 我大学毕业后便到美国留学 取得MBA会计硕士及财务金融学博士 也通过美国会计师考试 从1999年回国教书算起 已在学界服务二十几年 我一路在八年内从助理教授 升等为副教授、郑教授 并以获聘为政治大学特聘教授八年 用会计与财务金融专业背景 我自信应该具有相当分析能力 事想上许多分析师与交易员常用的股价 基本分析、技术分析、债券评价、期货选择权定价、期货现货套利策略、 公司现金流预测和财务报表分析等 其实都是我在课堂交给学生的主要内容 但常有亲朋好友问我 为何投资时都不应用这些分析工具与能力 我的想法是 主动及短线投资交易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我有相关知识但没有时间做这些分析 我的专业是学术研究与教学不是交易 而这些分析工作与交易策略 正是学生进入金融业界后主要的工作 他们的本业就是要在市场上比你赚更多钱 资本与知识是累积财富的基础 每个人的金钱观多少都受到原生家庭影响 我祖父有十几个小孩 无法负担庞大的教养费用 父亲小学毕业后 13岁就开始批发冰棒在平溪街上卖 大约在我出生时搬到木栅开杂货店 开始逐渐扩充规模 父亲非常认真执着 后来也成为中盘商 客户遍及平溪 金铜 深坑 乌莱 石定 汉兴店 集盛时期有三四台货车送货到各个杂货店 而且经营两间平价中心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是农历过年前后 店里来客穿流不息 父母便通宵开店 在店里铺纸板轮流睡觉 这算是第一代的24小时便利商店吧 我当时觉得这样太辛苦了 就连放假也没得休息 以后一定不要做这一行 而且我记得连考前一晚都还在帮忙顾店 父亲觉得读书没什么用 从收回大学学到经验 能赚到钱才重要 但是母亲觉得教育很重要 从小送我们到私立学校 勤管 研教 于是我们家三个小孩 一直摆荡在两种极端思维中 常常要帮忙顾店 也要念课业压力大的私立学校 小时候最讨厌放长假和过年 别人放假就放假 我们放假却要顾店 借由成长经验 我从父亲身上学到靠资本周转 才是快速累积财富的方式 劳力的回报有限 我从母亲身上理解到知识的力量 单靠劳力无法摆脱劳碌宿命 虽然因为个人兴趣最终没有承接家业 但我知道资本和知识的力量 获得公共行政学学士 气管硕士主修会计 与财务金融博士等学位 都和管理及商学相关 既然没有从商 那么金融市场便是让我长期累积资本 成为资本家的最佳路径 知识让我知道市场上谁在胡扯 以及如何控制自身的行为偏误 主动投资的获胜者永远不是散户 我在博士班受到的训练是理性经济学及财务学 理性学派得出的最佳投资决策是分散投资 长期持有 没有人可以借由分析 现有讯息获得超额报酬 一开始我必不相信这种说法 市场上明明就有好多人 因为短线投资赚大钱 而且投资不像工作一样 要认真 要努力分析资讯 要观察总体指标 然后低买高卖吗 我在刚念博士班时开始投资 热衷分析个股价值及股价趋势 投资个股的经验有赚有赔 市场中地雷股非常多 我曾经买过几档最终破产下市的股票 但绝对不会告诉你是哪几档 而投资迄今最成功的股票 只有超过25年 报酬率超过30倍 经过几年股海浮沉 2000年我开始接触行为财务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该研究发现 确实有些短线交易者会一直赚钱 但这也表示有另一群短期交易者赔钱 大家短线都赚钱的话 钱从哪里来 这群赔钱者就是没分析能力 没及时讯息 也没有专业交易工具的人 就是一般散户 俗称灿烂族 赚钱者恰好是散户的交易对手 也就是专业投资人 这时候我领悟到 虽然自己有分析能力 但没时间 没及时资讯系统和交易工具 因此无法赢过交易对手 那何不回归到读博士班时就知道的理论 最好的策略就是分散投资和长期持有呢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长期买进 财经教授周冠南的42堂自制力投资课 作者周冠南 出版社远见天下 出版日期2024年7月31号